为了强化畜牧废水处理 3月16号县长徐正卫带队 视察了三名畜牧粪尿资源化处理计划早气发电设施 花莲县普什格森职能中心 以宣达花莲县要推动减肺节能的决心 为了强化畜牧废水处理 3月16号花莲县长徐正卫带队 视察三名畜牧粪尿资源化处理计划早气发电设施 花莲县普什格森职能中心 以宣达花莲县推动减肺节能的决心 这些的分尿还有废水 透过管线到这我们的生殖能源中心 其实对于土地以及河川是非常安全 第一个对于产业界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第二个对于环境的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第三个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肥份再回到这个土地来 花莲县为了要取得环境品质与维护在地畜牧业者权益上的平衡 在狱里设置了十格生殖能中心 协助畜牧业妥善处理废水增加能资源回收再利用 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将最令人诟病的猪粪尿变成沼气发电的原料 就是我收集过来的一些猪粪分量 经过里面有消化产生的沼液 沼气 沼渣 那沼气我们做生殖能的一个发电 沼液 沼渣的部分回贯到牧场 回贯到楼地 也就是还回鱼田 那也就是说这个厂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的一个 废弃物或废水的采放 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最先进的所谓循环经济的概念 华与千环保局表示过去 畜牧废水是采三段式的废水处理系统 是注重在污染改善 没有考虑到资源回收的可能性 先阶段计划目的是资源回收再利用 因此华临县政府持续积极地推动农地肥分计划 强化畜牧业资源回收处理系统 同时推动畜牧分量集中处理 减低污染排放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播